遊客坐在東流線船班上 上上下下彷彿急流泛舟 兩米巨量不然往船上打了過來 前天海上超差 船上乘客東倒西歪 隔一天風雨不減 船隻起伏猶如海盜船 不得不宣布下午兩點半全面停航 裡面有的兔 有的遊客都在那邊在慘叫 全上乘客三三兩兩帶著大包小包 通通都是要回小琉球的居民 這次泡在濁濁泥水中開往 屏東橫沉路上半路叼叉 進退不得 遊賓積水一路卸下 左邊整排路樹通通被吹倒 小青 小腿肚 下大雨都會這樣 都會好幾天 都會三四天有辦法拿 就沒生意了 沒人要進來 林民交流道下 往東港積水淹到了小腿肚 周圍拉起封鎖線 水急了兩天還是沒退 店家好苦惱 店也開不了 就怕大雨持續轟炸 淹水就無法消退 這裡是張春華馬家瑜 頻道報導 公主 高橋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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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